汽車教授 職人汽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執行車記錄器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區的 你要賣多少 看到這個車 又看到這個路頭 不是啊 鳥頭 不是 絲鳩獸 是不是 4R8又來了 這是絲鳩吧 今天呢要化身為 醫生 來帶大家孤車 為什麼要準備這一隻 腳色扮演 沒有因為剛剛柯P在幫客人抓異音 我想說好像蠻好玩的 等一下我們來聽看看聽不聽得出什麼東西 來 2004年了 Saba 93 Arc ARC 2.0K 這個當初是新一款的 現在已經GG了 它後面呢 我記得09年好像還有再出一款 就是它的大燈有帶銀色電鍍框的 你在路上有沒有看過 好像有 比較新一點 對不對它大燈有一個框嘛 它這個當初是舊款 我看到這個 我們的9000 95 93 93嗎 ARRO 93 五門的 93ARRO那個就舊款 這個就是新款的 這個是四門的版本 你看它前面這個改成三個框框的鼻頭 這還要買嗎 我跟你講這種車喔 叫好不叫做 每次一出來 哇貼地飛行器 飛官 你知道飛官嗎 什麼 塞這個車都說自己飛官 你知道嗎 也不知道裡面真的是有幾個真的是飛官 因為他們覺得他們是貼地飛行器 所以他們都簡稱自己是飛官 類似那種感覺開這種車 不過真的有飛官開這個車 而且我記得 它後面好像09年有出一款 什麼X的你知道嗎 版本 你一發動的時候儀表版就會顯示 Are you ready to fly 有這麼酷喔 很屌欸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欸 很屌啦 那個現在你要找還可能找不到 還天價都要賣天價 我記得曾經有一台問過我 我好像是說我不會買 還是說我孤太低我也忘了 但是那個真的 試貨的人之間交易就好了 透過我種的我一定是不划算的 種車回來花一堆錢 然後這個賣不掉 沒有人當飛官 不是因為我們都是去商戶 你知道嗎 有沒有這個影片下 我剛剛講的貼地飛行器 還有那個飛官啊 商戶佛心啊 商戶佛心他怎麼沒太多 我記得都花那麼多錢他沒收錢嗎 不過是真的那些老師傅也是很厲害 帶大家去看一下對不對 難得有這麼好的經銷商 可是問題我們錢花一花 那個車真的很難賣啊 我們那一台剛賣掉嘛 2000年那一台啊 虧到多顧爛 那這一個車主他也是看到我們那個影片來的 所以我們先帶大家來看一下 我看起來是不妙啦 你看他的保險桿跟他的大燈 傷痕的耶 對啊 戰損 你看這個也是停在 這飛官嗎 對 飛 飛官被飛官拉死 他本來就飛官了又被飛官拉死 好不好啊這個漆你看也都退了 哇 混啊 你看這個 我跟你講通常喔 我這個都跟大家分享 這個一定就是當初就是烤漆過了 沒有處理好 你看他漆退掉下來裡面是什麼 是補土 你如果沒有烤過漆的地方 絕對不會這樣 比如說你看屋頂 他這屋頂應該就沒烤過漆 你看你再怎麼曬 為什麼會這邊先死 那這邊為什麼不會 我就問啊 這邊為什麼不會 為什麼這邊就會 對啊為什麼 這就是原漆嘛 這是檳榔城那個原漆 我想所有人都會關心我 我跟你講我老婆想換換不掉 不是那個喔 他這個就是當初 這個一定是有烤過漆啦 可是 這個很尷尬就是 現在你去買中午車 基本上有客人來問我 說小燕你這台是不是原漆 我說欸 老師你問這台已經是十年車了 你問我是不是原漆 我通常統一的回答就是 基本上我的經驗 超過三年以上的車子 我可以斷定百分之九十 經驗值啦 都不會是原漆 再來一個 烤漆的地方多還少而已 一定都有烤過漆啦 不用想太多啦 至於他是全車烤 還是一兩片烤 那我們真的不曉得 要不然就是要精密的測量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你如果買一台十年車 你這麼care說他整台車 有沒有去烤過漆 那我真的覺得你買新車好了 一定像女朋友嗎 欸 哇你破我梗 你有女朋友嗎 沒有沒有 現在沒有嘛 你以後如果交女朋友 都不能跌倒 是跌倒 受傷過都不行嗎 可以啊 都不能打過鳳凰電波 可以啊 你可以是不是 可以啊 打一點玻尿酸 OK 膠原蛋白那個都OK 可以 那個叫什麼 除了玻尿酸以外 還有那個叫什麼 肉毒 那個都還OK 微調一下都OK 正常 大改可以嗎 大改要看改怎樣 看啊 胸部啊 鼻子電啊 這邊弄那樣 現在女生為什麼要這樣 這樣會不會很危險 都要這樣 為什麼 現在很流行啊 有沒有 封唇嘛 私信唇的唇 私信唇 你剛剛是怎樣 說我會被炮是不是 我怕啦 沒有我們有講不好啊 我剛剛有講不好嗎 可是沒有 所以我只是說大改而已啊 對 大改你可以接受嗎 盡量不要太大 盡量不要小改就好 小改 所以你看我們賣二手車就是這樣 每個人都能接受 然後車子是什麼樣 有一點點的壽損OK 烤過漆OK的嘛 改個linkingcoucheon小改OK 小改可以 小改 對不對 改到引擎變入箱啊 還是給你改 有沒有八階晶片 那不行 七七四十九階 不行不行 油門吹下去 那個車頭翹起來 比如說嘛 那大家都不要 覺得被超過嘛 被弄過嘛 我說是車喔 對我也是說車喔 對齁 對嘛 你會覺得那個洞太大了嘛 就是說他挖的那個坑挖太大了 但是齁 要這種情形 通常就是已經過了很久了 像這個地方 像這個地方 所以你去在意說 他是不是原漆第一個 當然原漆是一定是比較好 齁 他在新車產線的時候處理 你有沒有看到 整台車是這樣進到那個漆裡面 再起來 你知道嗎 我知道 你有看到那個產線 有沒有 還有那個機械手臂 滋滋滋滋滋滋 過去下一台有沒有 滋滋滋滋滋 讚 主要不是原漆烤過漆的話呢 他的耐用度就沒那麼好 這是真的 但我覺得你已經買二手車了 第一個 也比新車便宜了嘛 對不對 第二個 你一定是有經濟上面的評估 齁 你才會來買二手車嘛 第三個你可能只是階段性的任務 達成之後你有可能會再換車嘛 雖然它不是原漆 也許在去斑駁之前 你早就賣掉了 讓下一個人再去考就好 即使啦 你真的三年五年漆這樣了 阿怎樣 花個幾千塊考一考就好了 對啊 對吧 所以其實我覺得它的差異並沒有說 喔原漆就一定想像是美好的啦 想像很豐滿 現實很骨感 很骨感 對啊其實就是這樣好不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看出了 這兩個地方有考過漆 基本上今天我覺得時間應該花不會太多 因為我實在不是很想買 你看這裡也考過漆很明顯 它都是在這個地方 這裡也考過 對阿這邊前面後面 對阿這個也考過 抱葉紋 為什麼剛剛右邊的就沒有 右邊沒有嘛 一樣的地方右邊就沒有 你有沒有看到 對這邊很好 所以你這樣一看就知道 它那邊考過漆嘛 一片兩片三片四片五片 五片的地方考過漆 剩下的就是原來的漆了 就這麼簡單看完了 不過這對我們來說 應該整台都要花了吧 你看這個樣子 我覺得今天這個齁 不要看好不好 我們這一集都在這邊結束了 我看跑多少公里 十 十三萬 十三萬一千九百七十一公里 好啦 那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留言 開啟小鈴鐺 我就直接去回結他了好不好 我是不想收了啦 那我先去問他為什麼要賣 是什麼樣的狀況 因為他本來問我的時候 我已經跟他說我不想收了 因為他是我們的這個會員 我們的YT會員 他不會退訂 你不收的話 我一公 我會拿他七十五塊而已 做你賣 慢走不送 那七十五塊 我做直播都做四五點鐘 你知道嗎 我知道 蠻累的 對嘛 那很難賺的啦 好不好 我先去問他為什麼要賣 先給他稍微了解一下 這真的回來再花一花又 一二十萬 然後要賣又 坑口蘭 這個飛官 我沒有當飛官的命 好不好 我先去了解一下 我先去了解一下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 為什麼可以退 他這個車這個樣子 他還想怎樣 沒有啦開玩笑的 我們會員加入那麼久了 下半身都變黑的了 真的假的 很久的會員了啦 熟啦 我大概了解一下 今天為什麼要來 他這個車 當初自己去找自售買 他是說小事哥沒關係 這個不勉強 你收不收不勉強 但是他覺得說 是不是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這個買這台車的整個心路歷程 那我這個可以先拿下來 不需要玩互視遊戲 等一下等一下 哇 他這個是這樣子 他在自售跟人家買 買12萬 結果買回來以後 他發現呢 跟他預想的車況有落差 所以他這台車已經放了兩年了 所以變成這個樣子 都沒有動 那今天鼓起勇氣來找小事哥 來跟大家分享 他說 他當初來找這個車的時候 他去那個網路上 社團 什麼研究 想當飛官 你知道嗎 飛官他都做 找到一個自售 他說他中間還被騙過一次定金 其中有一次他遇到的 他覺得就是車 他看了兩三個以後 覺得他們大概 那個講法都是還蠻一致的 就是說沒有 這個是本來是家裡長輩的車 長輩就很少開 所以我接手 接手以後發現我沒有時間開 所以我現在賣掉 因為他怕你發現這個車 行照上面剛過戶 其實你看喔 這裡會有一個補換照日期 原發照日期 就04年的車 這台車04年的車 但會有一個補換照日期 你看109年11月16 就代表說這台車在109年的 11月16有過戶過 所以當你去看什麼自售車 你行照拿出來看 補換照才剛補換照過 你就跟我說你的車你一手車 會被抓包 所以他說沒有我親戚的車 剛好給我接手 我親戚你知道薩拔這種車 很多長輩很喜歡 當初長輩能買得起薩拔這種車的人 應該很好過 可是好過到買回來 又不開 他可以編很多故事 他說他中間也被人家 就是一些故事說到 哇衝動 然後就下了定驚 傷五千就這樣被吃掉 後來他又慢慢找 找到這一台 找到這一台他買了以後 也以為他找對了 結果他開去修理場的時候 想說這台車怎麼很厭熟 因為你知道這個車 數量越來越少 講難聽一點我們那台賣掉 賣到來搞不好人家都知道 而且你想想看 買那種車接手的人 他一定會去加入這個社團 因為他想要尋找他後續 照顧維護的資源 只能在社團裡找 社團裡一看 做我們小私獄 對不對 大家都認得 專修這個也一樣 你那種冷門車就是這樣 你要開一些 冷門的標誌的 雪鐵龍的 你開去 搞不好專修 就那幾間一看 這不是那個誰誰誰的車嗎 有沒有 我們這個會員他會想要去買這台車 是因為他小時候 做同學爸爸的薩拔 九千 他覺得車上很穩 然後加速很快 椅子又好做 所以在他小時候 就留下了一個 很深刻的印象 說我長大 有機會 有一天 有招一日 我也要買一台薩拔的車 所以他就變成要圓夢 對他有說 他買這台車的時候 去休息場被發現對不對 這個當初 你買多少錢 他買12萬 這個當初好像才要賣6、7萬而已 而且他說他當初試車的時候 一到現場 車子就已經發動好了 他一上車 賣家把音樂跟冷氣都開到最大 怎麼有點像檳榔城會做一次 我在跟你講的都現實會發生的 我們檳榔城是 不是單純笑話 我們那個是警示文 勸示文 你知道嗎 很多網友留言去看那個檳榔城的留言 都把說我遇過真的是這樣 有沒有 有耶 他說他一上車他說他很菜 你看我們這音響還不錯 他故意來跟他開大聲 你看我這音響高傳真 怎樣怎樣 我跟你講這種進口車 隔音又好音響 你看聽起來就是舒服 然後他也不宜有他 然後冷氣 他說我現在開最大 就是要讓你試看看 對不對 我們這個冷氣也是很冷 歐洲車 最怕冷氣不冷 對不對 結果回來以後 發現什麼 底盤都聲音 古風機剛開的時候有聲音 所以他先開好 把聲音用大 讓聽不到底盤的聲音 真的 剛才檳榔城 我沒有在開玩笑外面就是這樣做的 然後呢 你剛剛有沒有看到他是在 大概十月左右買 十月十月買 因為他的生日就十月底 他就那時候就是衝動想要買一台 當自己的生日禮物 衝動是魔鬼 以前那個電腦版德州復刻 還有寫衝動是魔鬼 你到底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齁 帶大家看一下車啦 好不好 我現在已經發動了 他的引擎好安靜 喔你有發動 對現在是發動的 你聽得到嗎 很安靜 你感覺到嗎 我剛剛不知道耶 真的很安靜 好啦先帶大家看一下這個車子啦 他本來是想要委託我們整理啦 但是我說啊你也當我們的資深會員那麼久了 你也知道小師沒有再換人家整理啦 對不對 而且他為什麼不動了呢 是因為第一個他回來覺得買的有落差 第二點是因為呢 他有開始在想要做一些整理嘛 因為他很喜歡看我們那個老車翻新的嘛 所以他自己在網路上找了一些零件 他就我這樣講好嗎 反正他就買到零件 對方跟他說是正常 結果他就買回來就是副廠 他覺得他從買車到買零件 都一直在被人家騙 哈哈哈哈 好險惡喔這個 對他就很灰心啊 他真的就很灰心 喇敵賽喇了十分鐘 跟大家講這個原油過程了嘛 那有壓頂感喔 喔 強的咧 欸引擎很穩你看 Saba Turbo 好引擎蠻穩的 直列四缸 好渦輪增壓引擎 應該當初是185匹左右 欸真的蠻安靜的 蛤真的蠻安靜的 真的蠻安靜的 真的蠻安靜的 引擎是真的蠻穩的 而且我這樣聽起來是沒有什麼雜音的感覺 看一下有沒有碰撞 欸螺絲都沒有拆啦 好我現在看車頭是完整的 好不好 我們先把板件看一下好了 欸要看板件嗎 應該也不用看板件了吧 又沒有要買 啊順便小師 既然是會員 我們順便幫他鑑定一下 可是他都放兩年了耶 還有 有差嗎 他捨不得報廢啦 然後他一直到最近 他又跑去買一台五門版 就是說他覺得這個車買了 然後又有點問題 然後又被騙 然後感覺很差 沒有他加上他買了以後 他身體不太好 所以他就一直很想要圓這個夢 你知道嗎 身體不好悲觀 啊 悲觀當不了當悲觀 這兩年他也是邊 把這車放著邊研究要整理邊找車 欸你看多不缺錢 這車可以停兩年 他這一代稍微比較圓潤一點啦 前一代的車頭有點那種厚道的感覺 這樣 喔 就看起來覺得怪怪的 然後他後車箱 欸他針頭 你看 單人枕頭 沒有誰人針 好 有嗎 欸 汽油棒圖 這應該也是換過了 GG的 你看 這是什麼 中央 應該是中控台吧 我看他中控台都呼起來啊 為什麼會有枕頭啦 還發黃 來看一下 這個纏這個我看也不是什麼好事情 好啦 原版件啦OK 啊他跟我說天窗也壞了 關不起來了 這是全部都是問題 看一下內裝啊 你來這邊我去哪邊 哇 我的天啊 欸椅子蠻好坐的耶 你那邊有電動椅嗎 我這邊電動的耶 這邊手動 喔那單電動椅耶 還是好的 啊剛剛後面那一片就這個啊 四版啊 喔 剛剛後面那個啊 欸不過排檔頭還是漂亮 他可能回來的時候有去換排檔頭 排檔頭一定是最先換的 因為最容易找 你看他的鑰匙都坐在這 阿嬤的鑰匙也爆了啦 你看都環保材質啊 欸你看 欸 喔 唉唷 すごい 這什麼啊 松露啊 松露喔 還可以聽嗎 欸你邊轉它邊吊耶 可以聽 欸很好吃耶 真的沒有錄影啦 沒有塞掉的賣蒜 沒有塞掉的賣蒜啦 真的啊 不要那麼政治化 苦澀的沙 垂通連盤的感覺 你在說這個啊 對阿 對阿 被叫壞了 這本來都被叫 有要壞一個飲料 怎樣啦 按到壞掉喔 會不會是一按它就那個 會做好一杯咖啡出來 你要先投錢啊 投錢耶 你要 頭份再過去一點 等一下 這當初是跟三系列 跟無路無要拚的耶 欸冷氣 超熱的 欸對啊 為什麼熱氣 這個一樣 360度現在都沒有這樣做了 欸 HRV也不是這樣的喔 不是 你看這很屌喔 我很喜歡這個 我覺得這個是最屌 而且它到現在還沒有斷掉 所以就代表怎樣 它這個設計是不容易壞的設計 又方便 又可以360度 看你蠻用的 蠻熟悉的 這天窗連過電都沒過電 這我怎麼覺得是按鈕壞掉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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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它會動耶 可是沒辦法復位對不對 對啊 多讓它動幾次開就好了 試一下 喔 我知道你手勢不對了 喔 有沒有看到 你再多用幾次看 會不會這樣 有雨刷水分關 哈哈哈哈 很好吃耶 好啦 幹不弄了啦 不玩了 沒冷氣啦 熱死了嗎 越吹越熱 關掉關掉 啊 飛一下也會掉 咳咳咳你有沒有聽到 為什麼會這樣 它就說古風機有聲音啊 有沒有 還蠻像鳥叫聲的 對啊 難怪上面有 有飛關 有飛關來拉死 有沒有 不錯 它的皮質其實是真的不錯 欸你看 那個時候已經就有6顆安全氣囊 2004年耶 而且你看喔 為什麼飛關 你看它表底多少260 很屌喔 那時候幾台車表底桿抓到260 好厲害喔 上次網路還流行有一台大水牛的 好像是500的 500的吧 嗯 表底抓到400% 有這種車喔 對啊 那你自己坐就好 你可以坐到260 那高鐵 你後面都加一個0就好 那你可以坐到260 阿不都開得到咧 欸還有渦輪錶 你有看到 Turbo表 有耶 油還那麼滿 你看 渦輪錶原廠不用加裝 那個年代渦輪錶 是要自己加裝 油溫油壓渦輪 長三個香菇那樣 這蒸香菇阿 一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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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嗎 阿做很低露出個死人頭這樣 從旁邊窗戶看進來 只有看到這樣 只有看到一半 對啊 阿可是這窗戶做很低這就不行了 欸好啦 看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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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研究一下到底要怎麼搞 好啦今天可能是史上的第一集的你要賣多少 是沒有收的 之前應該都有收吧 沒有要收喔 比較要收幹嘛 我就跟他溝通一下 他好像意思是要 處理掉了 可是我真的不太想 再搞了 我們的車子已經排到 欸我叫你們用一個基金會 你們到底用了沒啊 什麼基金會 QR Code小額捐款帳戶弄一下 我們那個老車這樣弄不行啦 會倒 會倒啦真的會倒 不是已經快倒了 不是只是會倒而已 你們可能再過一陣子 你們可能要考慮找工作的事情 真的假的喔 真的啦 連我都要去找工作 還是我賣臭豆腐 你一起來打工 可以喔 對啊你就來幫我端盤子啊 試試玩 我先去跟客人了解一下 但我是覺得 不要再玩 再玩下去我受不了 放眼望去 你看 我們的3000GT勒 我們的GOLF2勒 我們SELICA勒 我們SELICA有兩台 我們406勒 好啦不要弄了 對不對 我隨便講到幾台 我還不想講一大堆BMW 我都沒講了 BMW從121開始就有了 121啦 130 136 146 190 192應該都處理掉了 這車有夠多的 我快瘋掉了 我不要我好好過日子 我們好好做人好不好 宜萍 我們好好做人啊 拍拍新車啊 拍拍馬屁 拆拆車子啊 拍拍馬屁啊 對啊 找找乾爹啊 我們就爽爽過就好了 不要再弄這些東西了 好啦我先去跟客人溝通一下啦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好啦 史上第一次失敗的 你要賣多少 沒有這一開始看就知道 失敗了啦 它是說主要 這次來呢 第一個是在 希望呢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大家去買自售 一定要很注意 不要像他這樣 一些話術說什麼 我大舅媽的二伯父的三表哥 有的沒有的 的車子 然後都不開 留給我 講的哇 他是一個老師啊 教美術系的老師 什麼啊 美術系的啊 小美人魚嘛 什麼系 安德的系 山上優雅 哈姿咖系 河北彩花 什麼系 老闆怎麼招那麼多個 阿爸還有什麼系啊 什麼系 什麼沒有啊 沒了嘛 見笑系 哈哈哈哈 我剛剛有再理解了一下 那個老闆是剛剛講 那個時候那個 他有叫我收啊 大概比你便宜5萬這樣 他一聽到就 趕老實在 好像被槍打到 感覺就很差啊 可是這裡事實證明嘛 你出低 就是買不到嘛 所以成交才是行情啊 有時候就是這樣 你總會遇到幾個 鹹仔路的啊 鹹仔路 你們都會覺得說 小吃已經拍那麼多警示的短片 講那麼多 小吃在開直播也好 已經講了十幾年了 上電視也都教大家 哇要注意這個 注意那個 那你會覺得為什麼還會有人被騙 對不對 就是總是會有 小白想要買車嘛 就跟詐騙集團一樣啊 你會覺得 怎麼會有人被騙 可是我跟你講每天都有人被騙 好那這個車呢 他一副也 好像不太想開回去的樣子 所以 這個我們暫時是沒有收 那我再跟他溝通一下 如果說 有人想當飛官的話 可以 私訊我們的粉絲專頁 我在幫你問他怎麼處理 他橫數呢 知道這台車應該是要賠錢的 如果不行的話 可能到最後搞不好 就報廢掉了 因為他已經另外一台沙白已經買了 我是讓零件車出去 我就不曉得了 引擎的狀況還不錯啦 我唯一能夠看得出來的是這樣 你看 前檔也裂了 估計是這個吧 你說石頭打到 對啊 對不對 對裂掉了 好啦這個我真的不幹了啦 好不好 讓大家知道小吃的決心 我真的不收就是沒辦法收了 好啦喜歡影片記得訂閱留言 非常開啟小鈴鐺 下次再見掰掰 飛官啦 你看 慘啦 很容易這樣啊你不知道嗎 好啦很像聚會遇到別人的前女友的感覺 嗯啊前女友怎樣 沒有怎樣啊就只是說 欸這是那個誰之前的 前女友前女友 欸誰沒有前女友對不對 大家都有前女友啊 對啊 我有時候我還甚至我還想要出來這個 跟大家道歉一下你知道嗎 為什麼 當初我跟我老婆結婚的時候 我差點出來道歉 登報道歉你知道嗎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